《灵性成长》 作者 萨纳亚罗曼 欧灵 翻译 罗孝英 第三篇第十六节 从服务迈向开悟 开悟的途径很多 有的是有关呼吸和身体姿势的技巧 有的是锻炼意志的法门 经由冥想精炼心智 有个坚毅的实际行动之奉献途径 在这个时代 灵性成长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服务迈向开悟 在这个主要转变时期 你们中很多人来此服务 你们的灵性成长多半来自服务和教导他人 你不一定要有公众舞台成为名人 或从事公认重要的大事业 你可以在自己进行的任何事 你的工作 家庭生活和其他活动中光耀世界 你日益增进的光 会在能量和心电感应层面服务他人 因为成长使你能传递精神能量 提升周围的震动 教学相长 助人自助 没有自学 自教 自助 自我鼓舞 亦不可能教导 帮助和鼓舞他人 身为教师所能做的 是创造允许学习发生的情境 每当你教导强化他人 你即为他们创造成长的契机 你的灵性成长来自 学习创造他人灵性成长的环境 强化他人将会带给你超乎想象的精神回馈 服务他人为你带来环绕全身的光辉 无论你走到何处 都给你美好的事物与机会 你将会发现持续增加的丰富 深层内在满足 爱与敬意围绕着你 你会发现更多能量回向自己 每当你帮助提升他人 你也提升自己至更高意识 虽然你并不是为这些报酬而服务 但是当你依随自己的更高道路 这是可能出现的一些收获 我们称呼由服务迈向开悟的人 世界服务者 成为世界服务者意味荣耀自己和他人 思考如何服务他人 他来自内在城镇与最深的价值 帮助他人发掘自己的潜能 生命的更高计划 引导出人们心中的至善 成为世界服务者意味承诺自己成长 遵循自己的更高道路 承诺自己平衡生活 奉献宝贵时间致力于自己的更高目的 当你发愿服务世界 而且准备好 它会来临 服务世界来自从事自己的终生置业 遵循自己的更高目的 当你初次发愿改变世界时 你可能发现自己先投入能量 提升自己的生活 当你的生活一团混乱 消耗很多时间和能量处理问题时 你势必无法有效服务他人 灵性成长的一个重要部分是 解决自己的问题 让生活顺利运作 你越能熟练地以明晰和爱运作日常事物 你越容易达到自己的更高目的 当你的生活更和谐有序 你将开始发现更多利益他人的机会 你将会进入从服务世界 或致成长的新阶段 当你向上提升增强自己的光芒 你将会吸引更多可以服务世界的工作形式 即使现在你仍不明白其形式 也不需忧心 以保持服务的意图开始 健全自己的生活 一旦你寻求服务的机会 你的大我和宇宙的更高力量 明白你的意图 每个机会将在你准备好的时候出现 强化他人意味协助他们生活中的正向改变 提升意识是你服务世界的重要层面 你以强化他人的力量提升意识 人们以新观点和洞见为改变的基础 当爱触及他们的内在深处 自然发生改变 真正的服务出现在开放 爱和消除人我界限之时 来自你感受彼此的均等 看出他人的神性 并且采取增强他们力量的方式行动 它来自当你连接对准更高力量 使至善进入你们彼此 当你连接他人的大我 他们脱离限制尽情扩展 在这些时刻 你既是教师也是学生 强化他人不同于单单帮助人 例如 有人饥饿 你可以供应食物 暂时帮助他们 当你教他们如何自己获取食物 自力更生时 他们才是得到强化的力量 如果你是治疗师 你可以持续修复他人的问题 或者可以教导他人 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强化他人 一级教导人们跳出再三反复的困境 可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之技能 强化他人是爱人而非救人 自问 我要如何服务这个人 使他更独立 自给自足 当你协助他人解决问题 他们可能会固态赴盟 或做出正面改变 如果他们选择改变 你真正对他们有贡献 并且提升他们的意识 他们将有更多创造美好人生的机会 和更高的生命视野 你需要认清自己真正能够改变之处 才能提升意识 需要明白 只有当他人已做好准备 愿意开放成长时 才提供帮助 如此 你将可以从助人关系中 得到灵性成长 在人们尚未做好准备前 你不需要积极于主张改革 说服他人必须改变 极力想要改造社会或改变他人 只会形成彼此的风格 又消耗自己许多的宝贵能量 反之 你可以帮助他人提升意识 永续贡献于他们的生活 你可能想知道 自己如何帮助当前急迫的社会 环境问题 主要之一 你可以协助他人提升意识 在较高意识 人们将为自己 社会和环境 负起更大的责任 当足够多的人达到更高意识 将会出现这些急迫问题的 解决之道 提升意识 有许多简单的方法 当你与儿童或朋友相处时 专注于你可以创造转化之处 与人交往 自问自己能为他人贡献什么 而非获得什么 与朋友相聚 想想你们可以一起做什么 以扩展彼此 自问 我如何以言语或行动服务别人 每当你发自内心 表达爱的话语 和帮助他人看见自己的神性 以及提升他人的意识 即使当你拜访客户 自问 这个会面或通话的更高目的是什么 我如何对这个人的生命付出贡献 我的工作 产品 建议或服务 如何强化此人的能力 只要你持续如此 你将会提升友谊 而加速自己的发展 当你开始致力于服务他人 你可能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和事业成就 有位女士发明强化朋友能力的游戏 她要大家想象 此刻是未来的一年后 让她们谈谈 这一年来 大家完成哪些美好事物 她把握每个带出大家心中 更高愿景的机会 帮助他们说出来 鼓励他们实现 她因而受到更热烈欢迎 你可以连接小朋友的大我 提升其意识 即便是短短片刻 想象自己的大我 连接他们的大我 并且表达 我看见你的内在美与光 我肯定你本是伟大的生命 儿童经常会以某些方式 响应你无声的讯息 你也协助他们的灵性觉醒 你能够以想象将自己强化 他人的每件事 扩及需要此帮助的每个人 协助提升人们的振动频率 例如 当你帮助某人 同时想象自己正在帮助 每个遇到相同问题的人 当你爱自己的孩子 帮助他时 想象你的爱 扩及世界上每个此刻 能够接受爱的孩子 明白帮助他人的适当时机 非常重要 提升他人至更高意识 需要耗费你一定程度的能量 学习使用适度的能量 创造转化相当重要 你可能曾经质疑几句话帮助人 他或他却因此受益 解除难题 可能让你自己感觉很好 并且受到激励 你可能也曾以许多能量帮助朋友 他们却仍一再重蹈覆辙 你付出的能量 无法造成他们长久的转变 可能让你感到精疲力竭 不恰当地帮助时机 或受助者不能开放成长 将会消耗你许多能量 却鲜有成效 你也需要学习明白 自己可以付出的程度 量力而为 你送出许多能量 给不愿成长的人 或觉得是负担的人吗 在心中想象自己放下这些重担 将这些人转交给他们的大我 帮助他们成长 卸下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而传送光给他们 有些人将会了悟 自己承担别人的问题 通常 你的背痛是由于你背负了 太多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与负担 你的意识发展愈高 当你不正确运用能量 所需付出的代价愈大 你可能感到疲劳或筋疲力竭 甚至生病 当你正确运用能量创造改变 则会感到荣光焕发 充满能量 当你成长 你将会更加留心自己奉献时间 与能量的对象 和创造的成果 如果你对他人感到负担 这是让你明白承担他人的责任 并无异于他们的至善之讯息 可能减少他们历练的机会和减缓成长 他们可能依赖你 不愿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极有你的协助而快速成长的人 不会让你感到负担 有位小姐的密友 一直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有接连经历不愉快的关系 生活混乱不安 这位小姐不断地辅导她的朋友 甚至帮忙找理想的工作 经过数个月 情况似乎没有好转 她却觉得愈来愈累 而醒悟朋友没有因她的引导成长 自己却承担了朋友的责任 她想向自己放下负担 传送光给朋友 轻柔地告诉她 她爱她 但不再有兴趣解决她的难题 不久后 那位小姐结交一位相处愉快的新朋友 其密友也有新的诉苦对象 生活却没有改善 在我们的层面 服务他人是非常的荣耀 需要许多的学习 自我观察与灵性成长 每个能量付出 创造多少转化 显现其造诣 当你的意识愈高 付出相同能量 你可以提升的能量愈多 当你通晓元属后 你学得在适当时机和地点 运用少量能量 创造可以服务许多人的巨大转变 我已经告诉萨纳亚 我们的工作主要原则是 任何事都必须是对人们有持续而长远的有意义贡献 我可以给你们的最佳服务是 提供你们直接体验自己的力量 从教导你们更高意识状态和自我解答的技巧 也可以仅仅从爱你和反映你的美 智慧与慈爱 让你直接体验自己的力量 在我进行任何计划或与任何人合作前 我自问 有多少的机会提供我长久的贡献此人或这群人 我关照所有可以付出能量的范围 而选择可以创造最大转化之处 你能够直接与别人的大我交谈 平静下来 在心中询问别人的大我 此刻给予协助是否恰当 或者他们仍需要历经困难而学习 你将得到一个协助与否的明确感觉 如果你没有得到答案 暂且等待并在其他时刻再询问 直到你收到肯定的答复才行动 你也可以请求你的大我提供一个 关于他人是否准备成长 和提供他们多少帮助的象征 意象或讯息 如果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你的帮助 会询问你如何为他们创造最大的提升 当他人还没准备改变和成长 允许他们保持现状 爱他们 认出他们的内在神性 有位小姐耗费许多心神帮助一位沮丧的朋友 当对方没有响应她的鼓励后 她感到心力交瘁 她请求一个呈现她的状况之象征 而在心中浮现她宛如九旱干涸的大地 地表有些水滴 由于土质太干太紧密 水分无法渗入土壤中 她明白自己就像无法被吸收的水 她的帮助是白费力气 她传送光给她 和爱的讯息 并停止消耗能量 在你助人前 当你对准他人的频率而得到否定讯息 不 现在我不需要帮助 仅止传送光给他们 和释放兼其受苦心中引发的任何不舒服 有时候你收不到讯息 只有对帮助的排斥感或阻力 了悟人们并非总是愿意放下危机和难题 有时 无论你投入多少能量 都无法形成转变 他们的大我 让他们从这些情境中成长 他们可能还需要从中体验历练 当他人准备转变 你很少会感到排斥住人 服务他人 需要慈悲和客观的能力 慈悲帮助人们了解学习的教训 并强化他们 明白经验带来的礼物 关照他人从选择的经验中历练 明白 虽然在个人层面上 他们可能受苦 但是却将会帮助他们重生 更强健的心自我 帮助人们专注于困境带来的礼物 例如 自爱 慈悲 耐心 内在力量 和其他正面特质 以他人能够明白的方式 协助他们 在人们觉察自己 创造自己的实相之前 他们可能相信自己 是命运或环境的受害者 此时 如果告诉他们 你们创造自己经历的环境 只会让他们觉得罪恶感 或抗拒 如果你 如果你认识的病人 还不明白是自己创造病痛 以获得成长 告知是他创造自己的疾病 可能只会让他觉得更忧虑 以他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协助他们 只有在当他们准备好 才帮助他们 看清他们如何创造出自己的难题 一个人有能力创造巨大的转变 成为世界服务者 一级参与高龄团体的共同合作 为他人带来光和进化 你也将会加速成长 更能吸引让你转变的人与机会 你对世界的服务存在于一切你被吸引的领域 和平 生态 教育 艺术 医药 科学 行而上学或其他方面 你可以在任何自己从事的工作中服务 此时此地正是你开始服务 强化他人的最佳时刻 点亮自己 绽放自己内在的光芒 以唤醒他人 你带给世界最大的礼物之一是 能量充沛和热情 热爱你的工作与生命 以你的热忱吸引他人 绽放你希望在他人身上散发的特质 当你成长后 你能够很轻易完成事情 重要的是 莫夸耀自己的成功 与其着眼于自己的成就 不如赞美朋友的成就 赞美他人的进步和提升 只要少数开悟者的努力 即可为许多人创造开悟之门 成为世界服务者 是达到开悟的最快途径之一 将会带给你喜悦 富裕和内在满足 把握每个服务 强化他人的机会 如此 你将会从服务达到开悟 从服务迈向开悟 冥想 这个冥想的目的是增进你对世界的服务 步骤 你可以在身边放一个可以握在手中的水晶 一 召唤光并想象自己在一个光简中 他将带领你到一个聚集众多高龄的殿堂 接近殿堂的时候 感受当下安详 爱和喜悦的美丽能量 你受到你大我的欢迎 并引导你坐或站在有许多高龄所围成的圆圈的中心 你即将参与一个欢庆你加入服务世界的典礼 二 你的大我与众高龄正为你敞开一扇门 它象征迈向你更高的道路与服务世界 在门的另一边是更明亮而加速的灵性成长 通过它将会在你生命中产生许多非常真实的改变 吸引更多成就有意义贡献的机会 穿过这扇门是真正承诺自己 更尽心尽力服务世界 仔细地想清楚 当你准备好了才穿过门 三 在你穿过这扇门后 许多高龄也随着过来 一一送你助你服务世界的特别礼物 想象这些高龄和他们送你的礼物 体会当你完成自己更高的目的时 所拥有的爱与支持 四 拿起你的水晶握在手中 靠近你的心 请求更多对世界的服务 并确信自己以准备妥当 请求呈现有关你更高目的之本质 与服务世界之路 你的大我 你的大我与众高龄将活化你的水晶 并为你加持服务世界的能量 将来你可以极由握着水晶 帮助你强化对世界的服务 五 你的大我走向你 与你融合为一 现在 你与大我合一 高龄们邀请你加入他们传送觉醒之声的行列 邀请所有准备好的人 觉察自己的大我 让自己充满光 再让光向外流出 汇入高龄们绽放的光 此光是传送给所有觉察自己内在光芒的人 而你成为一个唤醒他人的光源 感觉穿过你的能量 六 若是你想传送心电感应的讯息给某人的大我 现在就做 尽可能让讯息充满爱与至善 请你的大我加强美化你的能量 然后将能量自你的心传至对方的心 七 只要觉得舒适 你可以尽情地停留在此 当你准备好了 在心中感谢并向高龄们告辞 回到房间 感受你增强的光和内在的安详 当你传送出光 你增进自己的光彩与灵性成长 当你成为更大的光源 你将会接收更多的光 能量与爱 以协助你的服务之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